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 铺地板钻了 有很多人呢 都不像我们 人家把酱母在钻底 就是用来 洗掉水泥水 洗掉水泥水 就是泼在沙面上面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现在基本都已经铺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砖放进来 是这样没毛病了 那我们就拿起来看一下 它到底会什么样子呢 这里钻底 几乎是没有这样的 所以说 这样子就很容易分成一空 这种方法是不可举的 还有一个呢 如果我们全部泼浆的话呢 我们泼了这块 到泼那边这块 就有很多水 就会把这边这块顶起来 这样子地板钻 就就破坏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正确的方法 还是把这个钻抹在上面 不要把这个沙子搞得湿湿的那样子 对于铺地板钻 抹浆的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说一下 你们是喜欢哪一种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